一命二运三风水 让自己家里或者家外有水的存在 来为自己催旺财运 风水学所说的水大致分为三种 其一为自然之水 即有形有质的自然界流水 如河流小溪等 其二为形象之水 即具有一切水的形象和特性的物质 如车流人流街道等 其三为隐身意义的水 如流入流出的钱财 人们追求的大道智慧等 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是 如果你在家里这些地方放一杯水 能够让你的财运百倍的涨 好运会一直忘到底 那么今天就让我们来看看 水是怎样摆放才会大发横财吧 一大门旁边放杯水 因为风水上有山管人丁 水管才之说 所以水放在家中适当的位置 会产生摧彩的作用 最简单而快见效的方法 是在大门旁放水 因为大门开启时 会把水所散发之气带入屋内 而水为财 即把财气间接带入屋 有一句话这样说过 宅之所观 最重者没于门 大门是一家人早晚出入必经之地 是一所住宅与外界联系的主要通道 其风水重要性不言而喻 所以在大门的影响之下 如果你放置了一杯水 可以为家里的人聚采 辟邪的能够影响着家人的运势 不过每个地方的习俗不同 但总的来说 如果你想要辟邪或者是转运 就可以在门口放一杯水 那些脏东西喝完之后 就不会进到家门了 二正北方放杯水 正北方在八卦当中 是被称作砍工 砍工从人物上管着中年人 从身体上看管着肾脏 为什么呢 因为砍工在五行当中 属水 一切血液 泌尿系统 复科 肾脏方面的疾病 跟砍工有着关系 比如常见的复科疾病 泌尿系统疾病 白血病 糖尿病 肾脏疾病等等 同时在风水中 水是财 你的财运好坏 家庭收入的多少 跟砍工是有着关系的 三床头放杯水 睡前不敢喝水 或者是怕起夜的时候难以入睡 晨起的时候忘了喝水 然后就匆忙洗漱出门 如今有多少人会忽略两杯救命水呢 有专家提示 如果你在床头放着一杯白开水 还经常保持这样的习惯 这样做是能帮助你防止一些致命的疾病 第一杯救命水 就是在睡前的时候喝 对身体有着好处 因为人在熟睡的时候 体内水分会通过排尿 出汗 呼吸不断丢失 就会造成血液粘稠度升高 代谢物积存 睡前适量喝水 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预防心梗 中风等心脑血管疾病 而且在睡眠不佳的情况下 也可以在床头柜上摆放一杯清水 最好选用陶瓷杯装满水 因为头部代表火的五星气场 而陶瓷中装水则主安静宁和 在降火气的同时 还可以平稳思绪 改善睡眠 第二杯救命水 就是早晨的时候喝 可以排除身体有害物质 还会预防血栓之类的疾病 像早晨 一般是人体生理性血压升高的时刻 血小板活性增加 加之睡了一夜的觉 排鸟 皮肤蒸发 及口鼻呼吸等 均使不少水分流失 血液粘稠度增高 而且起床后 饮水有助于降低血粘度 从而降低血栓风险 除此之外之外 还能补充大量水分 因为人在早晨起床后 会处于生理性缺水状 如果你吃早餐前喝一杯水 只需要20秒 水分就能进入血液中 使血液迅速稀释 改善夜间脱水情况 四 电脑桌上放杯水 从周易学的角度上来看 万事万物都离不开五星的作用 而电脑在五星物品的划分上 代表着五星火 火煮电器 电脑当然是电子当头的电器了 人们每天长时间面对电脑的时候 往往会火气过旺 火煮干火 血液 心脏 眼睛等器官 因此 长时间面对电脑会给身体带来不良的影响 导致健康受损 因此 属于用电脑工作的人群 或者长时间需要面对电脑的人群 都可以在桌子上摆放一杯清水 用来降解五星火气带来的不良影响 建议此杯水 想到时可以随时补充水分 喝完后立刻在倒杯水放回原处 让你能实时补充水分 就像我有一个朋友 平时因为工作需要 会经常用到电脑 我记得前段时间他告诉我 因为一直盯着电脑 那段时间一直感觉到火气旺 不经嘴巴里长了溃疡 而且还有着不通便的情况 当时无论是吃多少绿色蔬菜 还是其他的东西 一直都没有好 然后我就告诉他 你在电脑桌面前放一杯水 肯定有用 后来 他就按照这样的方式去做 没想到最后就解决问题了 而且从这里也可以看出 往往我们忙起来的时候 就会忽略很多生活的细节 让自己有着小毛病 五八字火旺放杯水 八字火旺 就是说一个人的生辰八字里面 出现四五 饼 钉这些五星火的天干 或者地质 如果八字中出现过多这些字的人 通常代表着命理之中 八字火旺 我们就可以根据五星属性来调节 比如八字火旺的人 平时的时候 要多注意衣食住行方面 搭配衣服的时候 可以多搭配一些水属性的颜色 通过衣服颜色 来达到克制火的目的 或者是食物方面 可以多喝一些牛奶 豆腐 豆浆 果汁之类的 但是如果觉得麻烦 可以在开会谈判交易的时候 最适宜在桌子上摆放一杯水 用来降解火气 我在上班的时候 遇到一个上级 他的五星火旺 性子比较急 有时候 他在分配工作任务的时候 对方一旦做错了 他的情绪就很容易失控 一早一路的 不过他在工作上 做事精力十分充沛 办事效率很高 但也因为他个性的问题 不够谨慎 粗心大意 就经常与别人发生不快 我基本上每天在开会的时候 都会给每个人准备一杯水 时间久了之后 他的情绪才好了一些 因此 我们可以在自己的桌前 或者是别的地方 放置一杯水 压一压自己的火气 不过最好的办法 还是平日里的时候 要注意控制自己的情绪 绝对不能一点就着 做事情的时候 最好是要多考虑考虑 即可以舒缓自己的心情 还不会做错事情 很多人认为 只是一杯水 哪有这么玄乎 但是有些东西就是这样 虽然看着普通 几乎随处可见 但是却没有人重视 所以就引发了各种问题 因此 如果你在家里 办公室里的这些位置当中 放一杯水 不仅让你及时补充水分 还能让你的身体越来越好 更重要的是 能够聚集你的财气 如果你长时间保持这样的习惯 久而久之 你的财运就会一直涨 最后说不准会中一个大奖 好 至少 ial 相 相 的 人 室 取消